氣從天降 五顏六色的氣球 喜從天降 南山中學舉辦母親節感恩園遊會 全校師生一同慶祝 而今年特別不一樣 與安德烈食物銀行合作 由學生發起募集白米 原本以2000公斤的白米為目標 但在家長 學生和校友會熱情贊助下 短短兩週總共募集 9395公斤白米 教育局局長張明文 也特地出席執政儀式 同時為全校師生的議舉 表達肯定與感謝 五月份是感恩惜福 感謝大家一起努力 關懷社會需要幫助的人 原本預計的是2000公斤 可是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同學們的幫忙 我們總共捐到了 9395公斤的白米 那我們希望把這些米呢 能夠捐贈 給安德烈食安基金會 由基金會這邊 再去分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培養學生知福惜福的觀念 行有餘力 用行動照顧更多的人 這是南山中學全人教育中 非常重要的環節 這次募集的白米 預估有近5000個弱勢家庭能受惠 學校師生化小愛為大愛 體驗助人的快樂 讓母親節活動更有意義 中間新聞陳嘉雲 新北市中國區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